当市处邱南村的村来渡路因为等年需要 作成渡路路面顺开到很严重 村民经过时常常来拨打受胸 经过电风的定情之后 管党就在习同上官团队这天来会讨 比较表示准备到日259万的金费 占对这路面进行修身 4天的等度167公斤 以及今年七月的观港 当市处邱南村传来的渡路因为等年需要 作成渡路面严重打派 村民经过时常常拨打受胸 大家都非常困扰 所以他们车传中向向公所跟管政府丁层 希望把渡路修好完成 拨打的人很多 我们妈妈也是吉祥一个 所以说我们爱情处就是这条路 可以把我们做好事 因为这条路有超过40年以上 这条路都不需要把我们扁经过 所以说我们爱就是说这条路 我们的安全 因为这个握角就是穿 脚骨头没得到啊 那如果要去那两三三来 我们要握去就扁住了 对啦 所以这一阵也要在民生队 都没有啊 我这跟村长说 村长去公所 叫他打起来的 经过军南村长的定情料 本人管政府也在今年三月二十八号 把工庭决定五号 在今年五月二十二号开始挡工 这次工庭的经费大概是两百五十九万 以及今年七月二十五号可以完工 这条路很久都没有经历 那条路都稍微有必须 那绿路 那些路我每个人都站在那里 梯买 还是乌坡买坡买坑买 要跟那条路 那条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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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在说要做三条 对 这有需要 因为这个砧油也是 很久都养化去 路都关锡差 水都没什么白 就是 高队最终的高队用的好事 让这条路要走 比较好走 比较安全 比较危的 拨拨就这样 在条床南川的道路修正 管长专业生也表示 分七算大概七百多万的工庭 也会过境十天 希望让当市厨的基民 可以使用更好的道路 我们这个分七算 也要大概七百多万 因为这也 经过分音管政府的 这个过程和整个设计 所以我们也可以 为中央整出的经费 大家七百多万 我帮自己 列入第一优先里面 所以也顺利通过 现在也要来做四组 道路是在地民众最需要的工庭 希望工庭可以顺利完成 让当市处 中南川的民众 可以安心修用 就此提醒传民的生活 品质和安全 事实的极大环境 接着等下新彩虹报导